哈喽,欢迎回到白小军的频道 本来这节呢是要简单聊一下关于独立战引流这块内容 但是前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聊到了一些对于2023年独立战发展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说想借着这一期视频与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对你会有一些帮助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是第一点 就是独立战将会越来越专业 如果你是早几年做独立战的话 你会发现只要产品选的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一些Facebook啊 或者说谷歌广告去推广 其实产品还是可以卖起来的 赚钱相对来说也并不是太难 而且其中运营方面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 但是现在的话 你简单的去选品或者说你再加一些广告 可能未必能够见到效果 主要是因为现在做独立战的话 将面临着竞争的加剧和综合成本的上涨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独立战的门槛很低 很容易进入 你不像那些大的卖货平台 你不需要去具备一些公司的资质 也不需要备货 然后就可以把店铺开起来 前期的投入成本呢也不是很多 而且产品找起来的话也很方便 就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 但其实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同质化很严重 第二点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卖家正在快步入场 其实我在前面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 就是说这两年由于亚马逊的一些变动 或者它政策的一些调整 很多上面的卖家都纷纷开始搭建自己的独立战店铺 大家可以到亚马逊上去查看一些卖家 然后搜索他们的品牌 看看他们是否具备自己的独立战 那相对于他们这些有品牌有资源 然后还有运营投入的卖家来说 其实这无疑会拉高运营的门槛 第三点就是广告成本的增加 其实这点很容易理解 入场的人多了嘛 那打广告的肯定就多了 广告的成本自然就上来了 第四就是广告玩法的变化 不管说你有没有投过广告 应该都可以听过或者看到过一些广告平台上面 对广告政策和投放之类的一些调整 那对于这些调整的话 你是否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呢 我觉得以上这四点都会让我们独立战的运营 越来越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去走 然后第二个趋势就是 独立战的店铺销售的品类将会更加的细分 我们举个例子 以前你做一个宠物店 他可能说售卖各种各样的宠物产品 比如说宠物的衣服 宠物的项圈 宠物的玩具 还有一些宠物的喂水器 然后食物的盆啊 食物等等 而现在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店铺 他就单单只卖宠物食品 或者说他只卖宠物的衣服 有些甚至他只卖宠物的喂水器啊 喂食器 但是他的喂水器和喂食器 可能会有几款型号 这个我觉得和亚马逊的品牌卖家 拓展独立战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他们多数做的产品就是属于这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专攻一个品类方向的卖家 这样的卖家最近其实也挺多的 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火力 然后在产品上面做到更加的优质 然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比如Happy Socks 他就只做让人快乐的袜子 然后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 能够为买家在袜子上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 以及他的质量方面都会做得更优 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独立战店铺的售卖品类的内幕 会更加的细化一点 第三个趋势就是爆款的周期会越来越短 这点我还是比较有体会的 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做的一款仿月亮的3D打印夜灯 那款灯卖了有两三年 然后它的整个销量 它的利润其实都很可观的 但是当现在如果你开发出一个爆款的时候 其实它能够持续的时间就非常短了 基本上很难超过六个月 有些能够持续三个月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这里不得不夸一下 就是我们国内卖家的一个反应速度 当一个款爆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网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同款 或者相似款 所以说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如果能够做出一些独特性 或者说能够加入品牌价值的话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第四个趋势就是独立战的玩法更加的多样 其实这点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应该明白 以前就是投广告的去投广告 然后有些做SEO的就做SEO 有些就是两个一起做 那现在流量其实不像以前那么集中 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是付费的 然后广告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那谷歌Facebook其实依然是很重要的渠道 现在的话TikTok发展的也很好 然后YouTube的广告比重也在增加 其实红人推广这两年也被频频提到 那甚至有一些热门的折扣网站 也经常会出一些攻略 更不用说还有乱七八糟一些邮件推广之类的 而在这些方式中 你所擅长的或者说你所倾向的是哪一种或哪其中 在接下来的2023年 是否还会出现一些其他新的推广引流方式 比如之前一直提到了 北美一直不运不火的直播带货 其实到底值不值得去做 那这些其实你都需要去思考和尝试一下 如果你能够找到效果好 然后低成本流量的话 我觉得对你的独立站电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小卖家来说 低成本的流量是至关重要的 那第五个趋势呢 就是供应链的竞争会更加重要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卖家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同款啊 或者说类似款 就是在市面上挺容易找到的 而且价格上相差也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其实就比较比拼供应链上的优势 就是你是否能够有稳定的货源 你的订单的处理速度和配送上是否及时 其实这些在长期的运营中所起到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假如你的主要销售国家是美国 那么你的货物在国内还是说在美国本土 优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像我这边产品的话 在前期我们还是从国内发货 会发一些专线啊 或者说一些稍微快一点的快递 大概也就七到十天这样 有的甚至更短 价格还可以 但是当你的量上来的时候 就一定会被一些货到海外仓去 因为这会提高我的订单处理速度 而且对买家来说会留下更好的印象 对我后面的进行复购啊都很重要 其实这一点上面的差异 也可以作为你产品溢价的一个条件 第六个趋势呢 就是大规模头部的卖家会越来越多 然后在全球遍地开花 现在国内很多电商公司 其实也都在加快出海的步伐 那拼多多继美国市场之后 又在加拿大开花 阿里巴巴前段时间在西班牙 推出的新平台Miravia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的 然后像中东的母婴新星 皮包比 还有中国的那个唯品会 他们其实也早已经在海外去 进行了一些业务的扩展 其实像国内还有很多一些 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实力还可以的 我们先不管他们的发展如何 至少说有这么多有实力的卖家在入场 那相信在2023年以后 会有更多更细分的知名品牌 在世界各地展露头角 而且从数据上看 跨境电商整体是呈增长态势的 但是我们其实从平时的聊天 或者网上的新闻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卖家过得并不好 那这是否也反映出了 其实赚钱的大卖家 正在呈集中的一个趋势 其实除了国内这些原有的电商平台之外 如果说你经常去看一些跨境方面的资讯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会注意到有很多其他行业的人才 也在跨行入场到跨境电商来 那至于2023年整个独立站 包括整个跨境电商的发展的话 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 那以上呢就是我关于2023年独立站方面的一些看法 然后一起再总结一下 第一就是独立站会越来越专业化 那以前的瞎懵乱打不会再奏效了 所以说各位小卖家们 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专业化 包括一些人才方面的培养等等 那第二趋势就是越来越多更细分的产品类目 会在独立站中去出现 所以说如何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就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个趋势就是爆款的周期会越来越短 那增加产品的独特性以及给它赋予怎样的附加价值就非常非常重要 第四就是独立站的玩法更加多样 如何找到低成本的引流方式 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第五呢就是在标品的情况下 供应链的优势会显得更加的重要 第六就是大规模头部独立站卖家会越来越多 然后销售市场正在向全球扩展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们在做独立站的时候 其实还要多想想自己的目的和优势在哪里 不能说你只看到别人赚钱就眼红 这样的话你可能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业务上 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在我们的交流群中去提问 那我们下期再见